美国针对不明飞行物或者不明空中现象的报告 已经被提交给了美国国会 备受触摸的UFO报告终于出炉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报告UFO现象最多的国家 但同时美国政府对UFO的态度也总是遮遮掩掩 避之不谈 不过2020年12月25日 川普签署了一份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在180天内发表一份与UFO相关的调查报告书 要求报告书涉及两个重要内容 UFO现象是否真实存在 UFO是否会带来安全方面的威胁 这次美国发表的UFO报告就是诞生于以上背景之下 在分析报告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对美国这几年公布的不明飞行物事件做一个回顾 绝大部分不明飞行物的目击者 是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因为这些物体经常出现在海洋上空 它们在飞行时具有以下几个不符合现代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的特征 一些螺旋形金字塔形和球形的不明飞行物 在它们的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提供生力的机翼 螺旋桨和推进器 常规飞机会通过加速 使得空气流过机翼的上方和下方 并最终在机翼的尾端汇合 这一过程中会产生负压 总而将机翼与飞机吸入负压区域 产生所谓的生力 但是在目前发现的很多不明飞行物的机身上 并没有观察到任何可以提供生力的机翼或螺旋桨 不仅如此 它们的推力也十分不符合一般认知 这段于2015年 由战斗机拍摄的不明飞行物的视频中 画面上方的艾尔尔表示 飞机当时使用的是吊舱红外线感测器进行拍摄 值得注意的是 被拍摄到的这个不明飞行物 没有发出任何红外线余验 这就意味着 这个不明飞行物 并没有使用我们认知内的推进器作为动力来源 画面左下角的WHT 表示的意思是白色 如果被拍摄的是一个温度较低的物体 这里会显示黑色 只有较热的物体才会显示白色 一般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发出的热讯号 能够被红外线感测器在10亥里外侦测到 而且光是飞机机身的表面摩擦 就能够使飞机在飞行时产生热讯号 并被吊舱侦测到 但是有些不明飞行物 吊舱在捕捉到他们时 热讯号处的提示信息是黑色 这就意味着 尽管他们在高速飞行 可是机身表面和空气之间的摩擦 并没有让他们产生热量 而且他们自身也没有拍出任何 由于使用了推进器而喷出的高温气体 所以这就让人很难理解 他们究竟是如何产生推力的 这段由F-18战斗机拍摄到的不明飞行物的视频中 从下角处显示 F-18当时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58海里 也就是每小时477公里 画面右上方显示的180斜的意思是 这个不明飞行物相对于F-18的飞行速度 通过计算我们发现 这个物体正在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高速飞行 而且它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推进器或机翼 可能你会说 每小时800公里虽然是一个很快的速度 但它还是没有超过音速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2004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拍摄到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的最后 画面中的不明飞行物 以激高的速度离开了画面 根据当时建上雷达小组成员的计算 这个物体在加速后的时速高达7万400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是音速的60倍 作为比较 美国制造的高速飞行器黑鸟S271 它的速度是音速的3.2倍 另一个X15试验机 它在1967年飞出了6.7倍音速的速度 虽然现在世纪各国都在研究高超音速技术 但这些飞行器的最大时速 也就只有音速的6-7倍左右 所以被尼米兹号拍摄到的那个 时速60倍音速的不明飞行物 实在是让人难以执行 美国公布的大部分UFO视频 都是通过战斗机的红外线可侧器拍摄到的 而这个视频 是为数不多的使用夜视仪捕捉到的一个不明飞行物 视频的拍摄者是海军驱逐舰甲板上的船员 这个物体的形状很不寻常 它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 并且飞行的时候还在不停闪烁 当时驱逐舰上的船员发现 雷达无法捕捉到这个物体 这就说明它和B2隐形轰炸机一样 具有隐形技术 目前隐形飞机主要使用两种方式 不让自己被雷达发现 首先是把机身设计成 类似B2轰炸机制的不规则扁平行 从而让机身不反射雷达数 在此之上 再给机身表面涂抹一层 可以吸收雷达数的涂料 来增强隐形效果 虽然目前各个大国都拥有自己的隐形飞机 但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形状 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 先不说把飞机做成金字塔形状后 还能不能拥有隐形效果 相信光是让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物体飞起来 都会十分困难 跨界值能力的意思是 一个物体在不同的环境中移动的能力 比如太空 大气层内 水底就属于不同环境 如果一个飞行器同时具备 在以上这些不同环境中移动的能力 我们就说它具备跨界值能力 这段视频由阿玛哈号轻型巡洋舰 在2019年攀设于圣地亚格海湾 视频中的不明飞行物 就明显同时具备 在空中和水底移动的能力 当这个物体接近海面时 海军标记了物体的坐标 方位与距离 当物体进入水面以后 刚开始海军以为这个物体坠海了 不过当潜水艇下海去寻找残骸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同时阿玛哈号当时的雷达画面也显示 物体在进入水面后 仍然保持着高速移动 所以很大概率 这个物体不但可以在空中飞行 还拥有在水下移动的能力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 同时即使飞行器也是潜水艇的移动工具 可以看到 这些不明飞行物 似乎违反了所有我们认知内的 物理定律和空气动力学 它们究竟来自哪里 出自于谁之首 我们去来看看 美国发表的这份EUFO报告 有没有给出我们答案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报告中对这些不明物体 使用的是UAP 不明空中现象一次 整个报告只有9页 它对发生于2004年11月 至2021年3月之间的 不明空中现象目击事件 做了总结 报告书一开头就说 由于目前为止 观测到的这些 不明空中现象事件 都不够清楚之间 所以导致我们无法对 它们是什么 这一问题 给出一个肯定答案 目击事件中观测到的 绝大部分物体是实体 并且它们同时被 雷达 红外线感测器 电光设备和目视 等多种方式观测到 在2004年至2021年之间 观测到的 144起不明空中现象事件中 我们只确定了 其中一起是一个巨岛的气球 其他143起事件 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在某些案例中 这些物体的飞行方式 违反了常规认知 这种现象 可能是由探测器出错 人为修改视频 或者观测者的错误感知造成的 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 更谨慎的研究 但报告又同时说到 某些物体的飞行方式 显示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些物体被观察到 在强风中静止不动 顶着强风密封飞行 瞬间加速 超高速飞行 无明显推进器 报告书的第五页中说到 这些不明空中现象 无法用一种单一的结论来解释 它们有可能是来自于别国的先进科技 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是自然现象 或者来自于美国某些部门的秘密项目 可以看到 整个报告虽然只是保守的 对美国已经公布了的不明飞行物视频 做了一些总结 几乎没有给出任何结论 但他还是承认了 一部分不明空中现象却是实体 并且被多种探测器同时捕捉到 让广大UFO爱好者失望的是 整个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外星人 也没有提到这些不明空中现象 和外星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这次的报告没有新的爆点 但他多少也算卖出了 直面不明飞行物的第一步 希望有照一日 这些神秘物体可以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吧